这是一部被誉为拳击类漫画的巅峰之作 整部动漫洋溢着热血 努力 奋斗与坚持 让人看到了青春真正的样子 这便是第一神拳 与奸诈的富坚老贼 和脱胎的青山老贼 整天被漫迷唾骂不同 这部动漫的作者森川让刺 得到的是无数漫迷的赞许 甚至有人说 不敢想象作者是一个 怎样努力刻苦的人 才能画出这样有血有肉的漫画 而根据漫画改编的动漫 更是广受好评 也帮助无数年轻人走出低谷 积攒了继续奋斗的勇气 下面就让我们来重温一下 这部经典作品吧 家中经营钓鱼船的少年 墓之内一部性格十分懦弱 在学校经常被同学们欺负孤立 这天放学 几个混混围上了一部 一部陪笑脸说好话 想稀释宁人 却不料混混们一脚跟他踹下堤坝 还斥责一部身上有蚯蚓的臭尾 混混们把他按在墙上 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一部不敢反抗 任凭没打得口鼻窜血 也一再忍让 直到混混骂一部的妈妈 也跟秋蚁一样恶臭 一部才终于是忍无可忍 他凭着浑身的伤 用杀人一样的眼神看着混混 把混混吓了一跳 混混条件反射 飞起一脚将一部踢飞 导致一部撞在了一个 飞机头的大哥身上 正是本作最强 个性最突出的英孙手 英孙自然不会责怪一部 而是让他在一边休息 他早就看不惯几个混混 气负弱者了 眼见混混们又冲了上来 英孙双手插兜 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招数 竟然将混混们全部打倒 要知道 他的手甚至都没有离开裤兜 一部看傻了 混混们从地上爬起来 还不知死活 想再与英孙打一场 却低头发现 自己衣服上的 所有扣子都不见了 英孙这时松开手 原来扣子都在他的手中 这简直是降维打击呀 混混们因此吓得 怪叫着落荒而逃 一部也一脸懵逼 又憧憬地看着英孙 发现自己仍睡在一个拳馆里 拳馆里有很多猛男生在训练 那强劲有力的拳头 和形状优美的肌肉 看着一部一愣一愣的 这是一部第一次知道 原来男人还能这么威猛 这时英孙走了过来 表示自己就是这间 压穿拳击会馆的成员英孙手 在一部昏迷的时候 他已经将一部的身上的伤口 简单处理过了 看着一部的怂样子 他十分生气 英孙痛恨欺负人的混混 更痛恨软弱地被欺负 也不还手的一部 一部委委屈屈地看着英孙 完了 帅气的飞机头大哥不要我了 一部最后哭着离开了拳击会馆 拳击中 拳击中是不可能的 因为英孙又将一部拎了回来 他把一部压到拳击沙袋跟前 还在上面贴了一张 混混的灵魂消消化 他大声问一部 难道你就没有血性 不想把总是欺负你的人打倒吗 他让一部出拳 一部试探性地挥出了少女萌萌拳 英孙气得一招碎蛋脚 就踹到了一部屁股上 用力呀 你倒是用力呀 随后一部被踢得浑身一击灵 条件反射 一拳就挥了出去 没想到 竟然将沙袋打得凹了下去 英孙眼睛一亮 这小子 难道是天赋异禀的天选之词吗 普遇呀 普遇呀 他也开始认真起来 教了一部出拳的动作 和发力的要领 一部照葫芦画瓢再次回拳 这下一拳惊人 竟将沙包上的画像打得粉碎 沙包被打得高高飞起 一部的手 也因为重拳而鲜血淋漓 可他脸上没有丝毫痛苦的表情 有的只是兴奋与激动 在场的拳手们都傻眼了 这种力量 只有久经训练的重量级拳手 才能拥有啊 英村将一部抓到一屋式上药包扎 随后对他上下起手 疯狂抚摸一部如同戏狗一样的身体 吓得一部还以为 这飞机头对他有点什么非分之想呢 英村里里歪歪检查了一遍 发现一部身上没啥肌肉 本身也不会经常运动 他更确定了 这小子就是天赋异禀 他教育一部 下次遇到惠惠欺负 像刚才那样一拳打过去 就能将对方打得爬不起来 奈何性格懦懦的一部根本不敢 英村相当无奈 只好拿出两卷拳击的录影带给他 希望一部看看拳击 增加一点男人的阳刚之气 萌萌的一部回家后赶紧干活 准备好耳料后 送妈妈上船去钓鱼 看着妈妈忙碌的身影 一部就觉得心里十分难过 妈妈为了让他过上好生活 不断忙碌着 可却因为自己的懦弱 让妈妈为那些混混诋毁 如果自己能变强 那些混混们一定不敢这么做 他突然又想起了英村的话 想起来了英村送给自己的录像带 录像带录的 是拳击比赛的精彩机器 正常男人看了都会热血沸腾 但窝纳费一部 却首先是带入了弱者的视角 看得心惊肉跳 好在看着看着 他就看出了感觉 也看出了正确的视角 原来男人可以这么强啊 那自己只要努力奋斗 是不是也能变强的 于是一部看了一通宵片子 第二天上学果然迟到了 可他路过便利店的时候 还是忍不住买了一本拳击杂志 在课坛上悄悄翻看 一部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这两天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 只要有时间 他都会看拳击相关的内容 越看越入迷 甚至萌生了自己 也想去学习拳击的冲动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 他找到正在沉淀的英村 一部还了录像带后 弱弱的问英村 自己能不能去学拳击啊 自己也有点想成为拳击选手 虽然一部的样子还是怂的一痞 但毕竟想学习就是好的开始 英村自然十分开心 打算帮一部找几个健身房 让他去那边找找感觉 没想到一部竟不满足于 健身房里那几个闹着玩一样的沙包 还突然告诉英村 自己也想成为职业拳击选手 想跟英村一样去打比赛 没想到 刚才还十分高兴的英村 听到这句话后 脸色瞬间就沉了下来 他揪住一部的一领子痛斥 你以为成为职业拳击手 就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 这样说说就可以吗 要是真这么容易的话 那他们这些年的奋斗又算什么 像你这样懦弱的人 是不可能有勇气 在拳击场上战斗的 职业拳击手 绝不是你想的那样简单 可让人惊讶的是 一向懦弱的一部 他这一刻就突然强硬起来 说自己并不是随便说说而已 是经过深思熟虑后 做出的决定 自己要作为一名职业拳手 要变得更强大 一部说着说着就哭了 英村非常惊讶地看着一部 他自然知道 这并不是懦弱的眼泪 而是一个男人的决心之类 英村终于被感动了 于是带着一部来到了一棵树前 说要想成为拳击手 起码要能做到这样 于是他就踹了树干一脚 树叶纷纷飘落 英村如闪电般快速出拳 随后摊开手上 满是飘落的树叶 他让一部也试试 如果能抓到石片 自己就教一部拳击 一部十分怀疑自己的能力 这种练习他从来没做过 怎么可能达到英村的要求呢 英村还算善良 答应给一部一个星期的时间训练 下周再来检验一部的成果 英村之所以提出这个要求 其实他心里也知道 普通人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练习 是绝对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 虽然之前一部展露出来的力量天赋 让英村叹为观止 可一部的性格 实在是不太适合当一位拳击手 英村这才决定 给一部布置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如果他真的小性能做到 那就是天才中的天才 自己就算真教他拳击也无亏了 此时一部正在练习抓树叶 第一片树叶 他总是很轻松就能抓到 可第二片 无论如何都抓不住了 他练着练着就忘记了时间 等想起来的时候 才发现上学迟到了 而从这时开始 一部的脑海中 就只装了抓树叶这一件事 上课想下课还想 晚上练早晨还练 甚至上课的时候 手里也抓着一片树叶 练习抓捕的敏捷和速度 终于一部能抓住第二片树叶了 太开心极了 虽然距离十片树叶 还有着很大的差距 但起码证明 这几天他努力没有白费 第二天早晨 一部练完全回家 发现妈妈竟然不在家 看了留言板一部才想起来 今天有客户预约了沉调 要知道 一部平时怎么都不会忘记妈妈的工作 可最近练拳实在是太投入了 他竟然把妈妈的事情都忘记了 一部十分惭愧 不过在餐桌上 一部看到了一封妈妈留给他的信 妈妈自然也发现了一部最近的变化 好像正在沉迷什么事情不可自拔 但妈妈看到这样的儿子十分开心 因为在一部身上 妈妈看到了久违的朝气与活力 所以妈妈让一部专心做自己的事情 店里的工作不用操心 得到了妈妈的支持 一部只觉得自己更有勇气了 渐渐的 一部终于能够抓住五片树叶了 然而明天早晨就是与英村约定的测试时间 再这样下去 自己必然无法通过测试 一部急得不眠不休 又练习了整个通宵 也难忘了那棵可怜的树 叶子都快被一部给嚎秃了 而练习通宵的结果 就是一部又困又累 之前还能抓五片呢 现在就只能抓四片了 一部看着升级的太阳急得要死 难道自己只能放弃成为拳击手的理想了 作为全校知名的窝囊费 其实一部很容易放弃自己的主见 可偏偏这一次 他真的想坚持下去 一部忽然冷静下来 仔细思考自己的拳法与英村的区别 他突然意识到 两人的拳风似乎都完全不同 自己初拳风声小且沉闷 而英村的声音大且清脆 这是因为英村大哥的初拳速度更快的原因 但自己如何能达到那种速度呢 一部试了好几次 发现自己完全没有头绪 明明看英村做起来那么简单的 一部想了好久 突然间灵光一闪 对啊 因为英村的动作十分松弛 所以才能挥出最快的拳头 做出最快的反应 也才让人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一样 那如果自己也放松下来呢 一部想着动作要领 逐渐放松身体和拳头 果然 初拳速度快了很多 那拳风的声音也与英村的一样了 他兴致勃勃地继续练起来 结果 等英村晨练路过的时候 一部已经累得几乎爬不起来了 英村一脸懵地看着一部 你大早晨的在这里做什么呢 显然 他已经把跟一部的约定忘记了 一部随即将英村 带到那棵可怜的突树跟前 勉强扶着树站稳身体 说现在 自己的力量只够再做一次了 希望英村前辈 能为他做个见证 说着 一部就用力撞了一下大树 树十片叶子飘飘然落下 一部摆出初拳的姿势 那种坚韧而专注的眼神 是英村从来没见过的 在出拳的瞬间 一部放松了自己的身体 英村一下愣住了 这就是抓树叶的要领啊 这小子 竟然自己悟出来了吗 然后一部就在他面前出拳了 他挥出十拳后 所有树叶都落到了地上 这是一部摊开手 十片树叶 就在他掌溪里安然地躺着 他竟然真的做到了 一部乐得连蹦带跳的 好像一只兴奋的大马猴子 但这回 轮到英村迷茫了 这明明是外号人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他怎么真的做到了呢 一部告诉英村 自己找到了抓叶子的窍门 就是抓向叶子的时候 下手速度必须快 出拳的时候 拳头一定要放松 这样才能稳稳地抓住树叶 英村愣愣地点头 看来这孩子还真是个天才呀 竟然能自己琢磨出 刺拳的出拳方式 没错 这种抓树叶的游戏 正是刺拳的必备训练 看着兴奋的一部 英村最终把想要说的话 给咽了回去 其实他那天做的示范 是两只手 一共抓十片叶子 一个手掌抓五片就行 可一部竟然一只手掌 抓了十片 就证明他这次出拳的速度 比英村示范的还要更快一倍 想到这里 英村也兴奋了 没准这家伙 还真能成为出色的拳击手呢 他立即给一部 安排了接下来要做的作业 就是一个月内 好好锻炼腹背机 加上跑步练耐力 总不能像一个戏狗一样 就学拳击呀 一个月后 英村就将一部带到了 鸭川拳击会馆 正式介绍他加入 他早就让教练 将这个好消息 告诉了馆长鸭川远二 说自己找了一个 能打职业拳击赛的新人加入 鸭川会长一大早 就等在了拳馆里 很想看看英村说的 那个有前途的新人 长啥样 结果他就看到了 一部那张窝那肺的脸上 挂着讨好的笑容 戏狗一样的身子 正在跟大家居公问好 馆长当场就怒了 把英村拟到办公室 让他解释解释 这样一个废柴 如何能成为职业拳手 英村表示是骡子是马 还得拉出来溜溜 要是馆长不信任他的眼光 不妨举行一场比赛试试 当英村将练习下的事情 告诉一部 孩子都吓得不敢说话了 可是来都来了 不比一场就挥瑞瑞回去 也太丢人了 于是一部最终 接过了英村的拳击手套 戴着怂啪啪的表情 登上擂台 馆长给一部安排的对手 是宫田一郎 要知道 他可是压穿拳击会馆里 流川风险的存在 除了是颜值担当外 拳击也非常厉害 更重要的是 和一部一样 也才16岁 虽然没拿到职业拳击执照 但并不是因为实力不行 而是没到年龄呢 宫田的父亲 就是职业拳击手 所以他天赋卓绝 现在的能力 早就在一般职业拳击手之上了 馆长安排这个人对战一部 明显没想让一部站着出去 不过难得的是 一部虽然怕得要死 但却难得没有退缩 他在过去的16年的人生里 几乎没有坚持过自己的想法 但这一次 他不想放弃对拳击的热爱 一部就站上了擂台 在战斗前 英村简单地为他制定了一个拳击战术 比赛一共三回合 第一回合 尽量巩固自己的防御 双手架起来 挡住自己的要害 无论遇到什么攻击 都不能放下手肘 先熬过第一回合再说 然后一声啰响 比赛开始 看着气势汹汹靠近的宫田 一部吓得满脸冷汗 整个人脑袋一片空白 把英村说的话都忘得脑后了 气得英村大喊 这一声喊 倒是把一部喊得回了魂 可是他还是没想起了 气得英村大喊 乌龟呀乌龟 一部终于想起来防守了 但已经晚了 宫田一拳打到一部的腹部 疼得捂肚子的时候 宫田又一拳砸到他的脸上 这一拳不光打倒了一部的身体 也打倒了一部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息与斗志 他整个如同烂泥一样 趴在地上起不来了 一部不会就这样输了吧 我是黑白 下期见